做什么事吗 做什么 干嘛 身上有危险品吗 没有 没有啊 让我先穿衣服可以吗 可以 警方铺门抓人 嫌犯打赤膊 没有反应的时间 被压制先问 可以让我先穿衣服吗 把所有危险物 剪刀刀切之类的 我都没有 身上刀切之类的 他是41岁的学习男子 涉嫌进入校园行窃 监视器拍下他 就地取材 拿凳子垫脚 也看到他爬上走廊上堆叠的纸箱 闯入室内 还有镜头拍下他拿着摄影包 这是刚偷的赃物 学校教职员的摄影机 笔电 3C产品接连失窃 窃贼就是他 入网之后查出 他偷骗了中台湾北台湾 食物所大专院校 身上还有五条通缉 学习男子午夜 跟女友在头粪租屋 他穿着休闲服 背背包 混入校园 警方追查发现 他没有自己的机车 汽车等交通工具 犯案时打火车 汗公车等大众运输 到达目的地附近 徒步用走的 也增加了查记困难 一年来偷了食物所学校 不只是每月一偷 TVBS新闻 谢鬼进 无数评 苗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